白色BMW急速驶來 先是迅速往左接接著又想要超車 直接跨越雙黃線 違規逆想超車 不只是對象的休旅車要緊急閃避它 機車騎士還因此被擦撞 車身不忍拆一點就摔倒了 事發在台中福星路上 逢甲商圈的車輪量比較大 11號深夜11點多 19歲的遊行男駕駛違規超車 擦撞到機車乘客的包包 導致騎士重心不穩 後座的乘客也嚇了一大跳 雙方駕駛與乘客均無受傷 12車駕駛經久 車均無飲酒 詳細造勢原因 轉由交通警察大隊分析研判 雖然過程中沒有人因此受傷 但是事發當下BMW駕駛 疑似還不知道發生擦撞 繼續往前開 遭撞的騎士見狀 立即追上去把車子給攔下來 幸好後車拍下了BMW違規逆向 協助警方後續來釐清造勢責任 TVBS新聞在武漢 釐引臺中場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